呃 疼吗 不疼 花花为何要笑啊 你也知道 花花 曾经做梦 梦到过一个悬疑人 随意的伤口 就在胸口上 为了找到它呀 我还扒过角落的衣服 别吓死了 可谁知道 这伤口今日才出现 让我一顿好找 如今花花总该相信 若某对你 却无逆反之意了吧 是 会像以花花这一路 可谓是处处坎坷 这儿是中箭伤的 这儿是划冰状的 这儿是那日 被花花的马鞭打的 这 这伤口好些了吗 我 是伤其筋骨啊 说梦这辈子 怕谁都要被花花照顾了 让你装 我心里被你虐得伤 可没少你一分 好好好啊 谁周末不好 好 如今万事 皆落得安稳 你我是否也该规划 这今后的日子了 规划 规划什么 成婚之事 归隐之事 以及 膝下子女之事 可是 话我还没准备好 好 测试不如壮士 不如学今天吗 你想得美 养琴也是我来 我是想着要拿石榴 去击败做父祖母 然后跟他们说 姐 跟陈安博 终于开花结果了 还说我呢 那你呢 跟谢婉瑜 什么时候刮树地落呀 我 我才不着急冲架呢 我还没玩够呢 还没玩够 我告诉你啊 抓点紧 让我跟弟娘 早点当上祖父祖母 生娃 那你俩生去呗 大力个臭 臭小子 那怎么说话呢 弟娘都多到岁数了 就说胡话 认真点 什么时候 去向谢婉瑜提亲 我说啊 你是不是跟谢婉瑜 只是玩玩的 没认真啊 怎么可能 我很认真的 那你吞吞吐吐的 干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 谢婉瑜 刚修了二皇子 我要是现在就去提亲 总感觉有点占人家便宜 爱情可真奇怪啊 横帝居然有便宜不占了 画画 你得空啊 你得空啊 还得去趟石家 好好谢谢石进大人 若非是他宽宏大度 你和容霞 也不会修正今日正国 我会的 石大人的恩情 画画不会忘